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虽然我今天带的是碧玉毛衣链 但是呢,今天还是给你们分享新货 超生的裸食 因为我今天这个衣服呢 特别适合搭配碧玉的这个毛衣链 但是呢,今天我们都了新货 这样刚好就给你们开箱一下 今天到的这个海兰宝呢 都是顶级的货 超生的品质,吉尔德搭账的 但是呢,这几颗呢,不算特别大 这几颗大的呢,就是6克拉左右的 这个小的呢,是4克拉这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颗呢,是3.41克拉 上面是裸食的一个规格 这个形体非常好看的 是个公主方的一个起工,竹母驴起工 它这个方呢,也可以做戒指 也可以做吊锥 比方说,这个正常来说 像我们这个C组做个戒指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比方说,有的很年轻的美女 她想做个缩骨料也是很好看的 3.几克拉了 金体都是全金玻璃体的完美无瑕的 颜色也是非常的浓郁 价位也比较合适 4500克拉的 品质是完美的 对,电光了 颜色和水都非常优秀 算一下这三颗呢,是6.几克拉的 像这个呢,7克拉的 这两个基本上可以做付耳环 如果有喜欢勾搭上耳环的也可以 这个也是超生的哈 海兰宝超生的 这上面呢,都是裸食的规格 重量和价位 这是基尔德增书号 这个货我们也拿了挺长时间了 就是一直在做基尔德增书 其实是上一批的新货 但是做基尔德需要几天才能出来 基尔德这个监定机构 大家也都知道 它基本上都是做财报等级的比较多 是个美国的一个监定机构 珍珠它也做 但是它财报的花费还是 在中国来说它还是比较权威的 颜色都非常浓郁 带电光的 海兰宝这几年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 尤其是超生这个品质 非常受 就是有资质的客户欢迎 你们有喜欢的呢,可以截图私信我 完了我们1的1给你定制 总体来说呢,品质是非常的优秀 也可以说在那个超生当中 它是属于天花板级了 也可以说在海兰宝当中 它是属于顶尖的货了 比方说 海兰宝当中最高品质是超生 再到圣马里亚,再到普货 这个颜色呢,虽然说达不到魔鬼兰的那么浓郁 但是它在整个海兰宝当中 它也是属于顶尖的货源了 像魔鬼兰那个货呢 真的也是可遇不可修了 它这个素面呢,它比较赤色 如果呢,又是带切割的这个颜色 也非常浓郁了 真的很好看哈 有没有处豪鞋姐姐给这两个做一副耳环 这两个做一副耳环肯定是非常的大气 就是时长特别足的小姐姐 或者是呢,有经常中腰的场合下 可以做一副耳环 这一副耳环呢,做出来会非常的大气的 像我们演员牛佳玲女士 她就带了一副这样的一个耳环 做一个耳拍,效果会非常好的 这一副呢,一共是13克拉多 5800克拉 也就是六七万吧 完了再加上镶嵌 像镶嵌一万多块钱应该够了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非常的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自信我 感谢大家观看,拜拜,明天见 明天见